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有两个谷 那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每日数据分析 每日即市数据分析 中间有很多数据 甚至有时候会给大家一些即场的烟石 另外就是每晚我都会有另一个谷 就是那个是其权盘路仓位解读 主要就是去分析一下每日每大户做的什么策略方向等等 所有东西的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YouTube下面有留言 可以登记或者有一条连续在这里 有问题可以留言或者PMO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这个礼拜的每周大使分析 欢迎大家回到奇权大叔每周大使分析 今天是2024年2月4日 刚刚立春了 开始之前有一个小告白 如果大家第一次看这个频道的朋友 麻烦按下订阅 最好按下小小小小 如果说我这条影片最好 麻烦按下like share给你身边的朋友 最好是share给你多点点 另外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支持一下 麻烦你可以按下superfans去支持一下我们 最后如果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答你们 好了 长话短说 我们来讲一下恒子的周线 恒子周线这个礼拜都挺特别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星期的高位就高过前一星期 高过前一星期就不太多了 3.5 只有3.5 换句话说 这个星期的高位是16258.45 低位又上回来 低位是15411.66 比前一星期高了617.5 全星期的波幅就缩减了 只有846.79 缩减了613.98 全星期下跌了418.67 占大市2.62% 周线图的吹售法则 第四阶段 其实真的不太帅 虽然上星期给羊竹 这星期还高了3.5 最多3.5 但其实真的不太帅 他仍然收在什么呢? 收了在好淡分界线之下 这个星期的好淡分界线和左翼支持在哪里呢? 在螢光幕上面 好了,讲到周线图了 周线图来说呢 真是很老实一句 虽然这星期是升的 因为升3点 3.5 高位高了3.5 所以怎么都要升的 但是呢 可惜收市都是跌的 都仍然在好淡分界线之下 很具有限 所以 纯粹以周线来看呢 今个星期 都不太帅 或者这么说 基本上暂时的走势 仍然都是偏淡的 就算你肯弹也好 就是升了 都只不过能够讲反弹 见了底尾呢 我觉得就不可以 记住这个见底的 再者 如果有很多人就说 会不会已经是伤底呀 上个星期已经 做了一个1.4.5 就跟2022年 低位1.4.5 差200点会伤底 说真的 差了十几个月 那这样也叫伤底? 我又觉得 自己想想一下 我觉得 怎样都好 会做多一次的 还有 做多一次都好 这个是不是大喜呢? 有你1月分享会的朋友 应该知道的了 2月分享会 也有提及过的 所以呢 有参加分享会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我看什么位置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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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星期 来着星期 春节假期前 会怎样呢? 那稍后回来讲日线 再和大家分享 稍后见 好,我们回到日线图了 先说一下数据方面 这个星期的成交 比前一星期 一宿减了21.768% 平均成交 1000亿都不够了 1983.78亿而已 比前一星期一 这一宿减了217.68亿的 下一个光音商的转角呢 在2月5日 即是明天 星期一 吹小流法则呢 日线图里面呢 是第四阶段 仍然是持续下跌的 不过要讲一讲 吹小流法则的话呢 不过指数最差的应该是科子 其次应该是国子 最后才是恒子 恒子应该是比较英俊的 这个星期的日线分界线 是15624.85 大家留意啦 现在收市价 都是在这条分界线之下的 好,我们说一下日线 这个星期 下一个下跌跌口 也挺大的 116点的 你说補了没呢 就補了一点点 星期五曾经補了一点点的 不几十点 也没几十点 10-20点啦 不过要留意一件事 这个星期 有跌口那天之后呢 收市价 四天都是在好淡分界线之下 之前来说,四天就在上面 四天在上面,四天在下面 会不会出回上去呢? 纯粹用图看,现在都比较偏淡 我觉得就未必那么容易抽回上去 再加上那个MACD 如果星期一回来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弹力的话 我相信会出现死亡交叉的机会很大 这个死亡交叉会持续多久呢? 或者跌多久呢?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都这么说 如果纯粹看这个手势呢? 我觉得未来的春节假期之前 即是未来的这个星期 15000点就应该要失手 应该要穿上去 没那么容易抽回上去 那你说之后会不会出红盘抽上去呢? 那就厚华 但是呢,在现在这个时刻 我都挺肯定下的 就是看那个小盘呢 15000点就应该是失手的了 不过下面还有多少位呢? 那就... 基本上我在会员后续里面已经说了 那今个月的会员后续已经出了 那说春节假期前 应该的走势是怎样的 那之后会怎样呢? 都有略略提过的了 想知道多些呢? 就留意我的每周大事分析 或者想再深入多些的 那当然是Join我收费局啦 有任何问题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的 好啦 嗯... 纯粹走势看呢 都是偏淡的了 淡完之后 会不会升呢? 不过这么说 未来星期五呢 内地就没市 香港就半日市 接着之后呢 就停北水 直接停到19号 换句话说 有整个星期没北水的 港股的成交呢 未必很多 兼且没什么对手 任由人武高弄低 这些时候呢 就最好 把杀仓的了 那... 怎样杀法? 大家可以站在哪里 市场多人站淡的 就杀淡咯 市场多人站好的 就杀好咯 看看这一轮 究竟 有没有人帮反弹 那... 怎样去看市场 那... 大家各思各法 我看权的 那... 那... 我看着权仓 就知道究竟... 咦? 但权仓呢 通常不是杀的 通常是主力攻击型 所以呢... 大家有自己的方法去看啦 那... 想之后试多些 记住在贴我的频道啊 那... 那... 我给个提示大家 農曆新年前 15000点 就应该不得了 下面有多少位 留意收视帖子啊 那... 之后会怎样? 究竟是不是直驱 破卖2022年的... 低位? 又或者更加低呢? 那... 记住留意收视帖子 或者... 去我... 加入我的收费局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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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线图就差不多了 都没什么说 而且... 你都听到我的声音 整天都上气不及下气 就知道 我还不好了啦 那... 不说那么多了 那... 有什么呢? 留下过元年再说啦 那... 那... 2月... 2月... 4日... 正一... 今天是立春 在中国农历里面呢 今天是农历 已经正式来说呢 今天是转了年份的啦 那... 不是来到星期六 那个四十年初一 那天假期而已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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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这么说 如果要计算上海、深圳、香港 三个市场呢 其实加上呢 是何止一万亿呢 说的是二百万亿或以上的 你想想你区区只有一个一万亿 就是 究竟可以够什么呢? 可以刺激到什么呢? 这个数字是不是真的很多呢? 还有这一万亿释放了 是不是真的会进去股票市场呢? 还是去其他地方呢?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降传准的刺激 究竟有多少? 星期一就知道了 没什么特别了 稍后回来说一下特别日子 稍后见 回来特别日子 接下来的星期 2月5号 恒指的江恩双转各日 也是江恩共振日 下星期来说 恒指有两个夹 星期一、星期五 期指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 星期一走了一半 各指是星期二、星期五 相证 星期一和星期四 道指是星期一、星期四 S&P500是一二三 纳指是星期二、星期五 留意一件事呢 内地股市星期五是优势的 港股只有半日市 所以大家留意 就算他强也好 即是只有半日 不要太重创 之后 未来的星期 港股有两天休市 星期一、星期二是休市的 内地休足五天 所以 是不是要拿仓的春节假期呢? 自己考虑一下 大家要留意 大家要小心 好了,吹势图法则 恒指、各指、科指、上证 第四阶段 四个都不是太好的 都是差的 即是比较上 比较上 恒指可能是最好的一个 道指是星期五百、纳指 第一阶段 其实我说了很久了 基本上由年头说到现在 甚至去年说到现在 美股不要立乱估 就算他回条元 都是向上的 他回元就上了 因为纯粹用吹势的法则 他根本几次都不破位 你要他说 他转世界 转红市 真是没有据 他会回条 我绝对深信他会回条 因为股市的东西不跌 哪有人买 哪有人入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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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一定会回一回 但这个回不是大家想像中 那种熊市那种回 回几千点 或者30%那种 不要想 四万点回 他不会是短期的 就是要回 不是现在 我都说了 美股是很强势股 暂时 你说什么时候会下跌呢 基本上在1月和2月份 都说了 今年美股什么时候 会开始有回条 绝对不是第一季 不要想 第一季那些是回条 不是转世 要有转世 要等一等 一定不是第一季 第一季 你可以趁低位 找位入 入什么 自己做功课 自己做研究 跟着自己才做 不过可以告诉你 不要看太淡 美股千万不要看太淡 因为Tracer和法则都不配合 这么多星期都是第一阶段 我们四个指数 四个都是第四阶段 起码是由1月1号到现在 四个星期都是一样 都没动过 我们就要弱个弱 别人一直强个强势 所以呢 要怎么做 做法 自己做研究 自己做功课 自己决定 不过我提示就给大家了 如果你说 我真的不太懂 来到二月份 原本一月份 会开的趋势套法则 因为身体不适 就改成二月份 应该过了农历新年之后 有兴趣的朋友 就尽快报名 因为今年可能 应该 今年 不会开趋势套法则 因为身体不太好 所以呢 我相信今年 也不会开很多 很多技术分析 甚至是 其权班 有兴趣的朋友 尽快报名 苏州过后 没有听到 这个技术分析 是很简单的 可以给你知道 究竟 现在是什么状态 后市应该怎么去看 等等所有东西 是非常非常容易去用的 不用说 我会玩很多时间 花很多时间 我会告诉你 只要你做定功课 每日 你可能浪费一分钟 或者两分钟 就知道后市怎样 想知道 想知道 捷径 想知道 方法 图表分析 捷径 记住 出事由法则 现在有限 苏州过后 没有听回答 这个礼拜先说多了 不是很舒服 又想咳 有什么问题 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答你们 记住 答还答 留言还留言 麻烦尊重一下 如果有些不尊重的留言 或者针对性的留言 我是会删除的 好了 今天要讲话就这么多了 下星期再和大家 每周大使分析 下星期见 拜拜 itude 名字 指教 个者 jury 文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